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峰教程网推出的 Web带马安全防御系列教程 我是陆贤草 今天是我们的原码和敏感信息泄漏的最后一节课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原码和敏感信息泄漏的一个防范 那我也是将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内容 以及没讲过的一些内容 画了一张思维导图供大家去参考 提醒大家注意的关于这个原码和敏感信息泄漏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管理员要注意 还有就是程序员和发布者要注意 我们先来讲一下管理员吧 因为我们前面的话都是讲的程序员和发布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些信息泄漏 但是管理员呢也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的 那首先你要去考虑一下 你是否有个人的信息泄漏 从而导致你管理员的密码泄漏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系统的漏洞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系统的漏洞是有可能某一天是不会再出现了 但是呢人性的弱点是没办法避免的 所以你去设置一个密码 那如果我们一般去设置密码的话 有可能都是跟你的个人相关的 那你要想一下是否有可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 所造成这个网站的密码泄漏 那这些呢包括但不限于这个会议次信息 会议次信息的话你是要去做相应的保护措施的 那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官网 小峰教程网 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会议次信息的保护 通过这个会议次查询是没办法查询到 网站注册者的一个一些信息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历史密码系的 我们知道这个网上在最近几年是没有了 但是最近几年只能说明面上没有 但是在这个10年到14年 或者说到16年17年这样的一些时候 网上的这个社工库发展是非常繁荣的 那他们在这个社工库 即使说因为一些设置到违法的交易 而倒闭了之后这些这些数据库 也是有流传出来的 所以呢如果你历史泄露过这个密码 那也很有可能会被别人撞库撞出来 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就是后台你使用一些弱密码 弱口令那也有可能造成 你这个管理员账号被登录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管理员安全意识比较低 随意点开别人的一些危害连接 如果说你网站本身有这个CSIF漏洞 或者是XSS漏洞 那么你有可能点进去之后呢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你点开别人的这个XSS 他有可能会干嘛 他有可能会获取盗取你的这个cookie 还有等等的一些 然后CSIF的话 他可能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被创建一个另外一个管理员账号 可能是别人精心构造好的连接 但是呢你没有注意就把它点开了 那这个可能是这个黑客呢 他会利用一些社工的手段来加你说 你这个网站某个链接怎么打不开了呀 然后你看了一下是你自己的网站 但是你点进去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个XSS漏洞 那这是管理员 因为我觉得他管理员也是我们web运行的很重要的 这个web程序运行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由此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敏感信息的一些泄漏 所以在这里的话给大家补上这一块 而我们程序员和发布者在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些信息泄漏 我将我们前面几节课的一些内容 跟大家稍微罗列一下 然后在这里稍微加上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程序员啊 他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为了实现共享 他有可能会将圆码上传到GitHub 尤其是一些这个像GitHub的话 手段之一就是入信的手段之一啊 就是在这个GitHub上面去查找你网站的一些标识 然后有可能会找到这个网站圆码 由此也有可能造成信息泄漏 那在线网盘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云盘也是大家日常使用中比较流行的一个部分吧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太负责任的这个程序员 他可能会将这个圆码上传到百度网盘 然后再加密分享给一些需要共享的这样一些人 而在线的网盘的话 即使是加密共享也不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站点 资源检索站点 他们会使用爬虫 定期的去爬取一些这个网盘文件 然后再使用爆破 因为我们知道网盘密码的话 一般就是四位数 然后字母和数字的简单组合 并且他是没有说什么特别大的限制的 所以他可能会定期的去爆破 然后写入他自己的数据库当中 那这样的话 别人通过这个在线网盘去检索 如果你把圆码上传上去了 检索到了之后 通过这些资源站点 直接就 直接就可以下载你的圆码了 所以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希望大家不要使用这种方式 来共享你的这个圆码 那一般来说也很少 但是也有 那这是一些安全威胁 我将它重提了一下 那之后的话 我们再总结一下相关的这个防范思路 首先呢 是各种各样的这些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Git也好 SVN也好 他们都是一些 我们所说的这个 可以用来发布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里的话 因为他们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安全威胁嘛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一款工具 叫做ISYNC 这款工具 来发布代码 它是一款 开源快速多功能 可实践全量和增量的 本地或远程设计库备份的优秀工具 这是它的官方解释 我们是可以用它来发布代码的 而你在发布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像这样一条命令 它是什么呀 exclude 这个单词是除了的 除了的意思 就是去除掉 那我可以将所有的SVN结尾的 这样一些文件给它去除掉 也就是我拿它来发布 但是所有SVN文件 我给它扣下来 通通滑料 那以此的话 你可以来防范一些这个 比如说SVN造成的信息泄漏 对吧 还有Git造成的信息泄漏 它具体的使用呢 大家需要去了解一下 这款工具 互联网上也有非常多的描述 以及它的一些文档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 就是跟大家说提一下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有这样一款工具 可以帮助你们 更安全的来发布代码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们在使用Git 或者SVN等工具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把其中的一些版本控制器 附带的信息去除掉 再同步到你的目录 这个web目录中去 然后第三也就是提醒 这个Mac开发者 注意不要把你的这个DS Store 这个隐藏文件给它上传了 最后的话是这个web目录呢 不要存放你的代码压缩文件 其实就是之前的一些漏洞 然后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大家的话 着重应该去理解的 就是这张图 去思考一下 这些方面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 以及呢 还有哪些方面 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威胁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整个的圆码 和敏感心情泄露的课程呢 也给大家讲完了 希望大家呢 回头再去看看这些东西 并且呢 做好记录 然后在之后的开发过程当中 更加的去注意这些方面 那以上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阶段课程的 全部的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